我第一次也没个经验 算了 来吧 姑娘未救自家三十多头人 被迫替姐姐出嫁 皇后死婚 心娘自艺 这等于是违抗皇命 不料大婚之夜新郎进步之所作 毒流欢欢在新房里想办法除掉对方 林桑桑早已在临府自尽 看来 本王是娶了一个假新娘 欢欢还在屋里四处寻找下毒的地方 总觉得哪里都不妥当 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一会儿亲我 我可以把我颜值的软骨伞涂在嘴唇上 那他不也就正毒了吗 谁知夏淼王爷竟推门而入 看到和林桑桑一模一样的你 他还以为对方戴的是人皮面具 忍不住凑上去看得清楚 我第一次也没个经验 算了 来吧 让你尝尝本神医颜值的软骨伞 欢欢望望没想到 王爷只是掐了一下他的你 那一下是真的非常痛 他顿时站起来逃跑 顺带散落了一地的小瓶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桑桑 双生女 双生女在本朝可是大忌 你就这么承认了 不怕本王我 欢欢立刻明白 王爷早已识破自己的身份 那么他应该也知道了姐姐的情况 既然王爷还要让婚礼如期举行 那他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天一早 王爷就当众宣布 让欢欢搬进西院 嫌弃我 有你求我的手 谁知欢欢刚踏进门 就被里面的豪华阵容给震撼 然而他并没有被迷糊 我得赶紧把药材找起 按照师父的配方 一定可以把家私药配成 到时候 我就可以逃离这儿了 不料次日进宫面圣的时候 太子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欢欢 这太子咋回事啊 就连皇上喊太子 他都没有听见 诶 你说 太子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你心上人 我心上人 那你不早说 欢欢此时非常后悔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看个清楚 太子到底长得有多爽 让姐姐居然选择殉情 那皇后为什么要把他亲儿子 最喜欢的人许非给你啊 因为你们邻家太弱 原来如此 怕你娶个厉害的 抢到皇位 停车 滚下去 王爷让欢欢下去清醒一下 想想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谁知他刚下马车 就被两个绑匪盯上 一直到晚上都没回府 半夜十分欢欢被恶心 发现两个绑匪正在吃饭 他便上去打听情况 得知他们是为了二十两而保了自己 顿时很气愤 声称家里会掏钱赎自己 我夫妻有钱 你当我们傻呀 吹牛谁不会 十倍 这下绑匪心动了 当即到王府送行 谁知竟吃了闭门羹 绑匪瞬间暴怒 开门 开门 苏监 治不了你了 真的是 家丁立刻将信送到了王爷面前 惊慌失措地读了上面的消息 原来王妃被抵驾了 要不咱们报官吧 本王不就是官吧 这是银子吗 那我自己说我自己 欢欢当即带着两个绑匪 来到最热闹的地 要将二百两银子引回来 不料开局即结束 正当绑匪恼羞成怒 拉着他要去卖掉的时候 我赢了 一个老大爷直接晕倒在地 欢欢健壮赶忙上前 不顾绑匪的阻拦 让人把老大爷抬上桌子 他就是太激动了 一口气没喘上来 有人给他说口气就行了 啥 输气 怎么说啊 嘴对嘴说啊 夏苗老大爷真的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看到 欢欢那俊俏的脸庞 想起刚才的感觉 老大爷十分不好意思 他塞点欢欢好多银子 我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也不能占你小姑娘的便宜啊 我家里啊 还有夫人 也不能对你负责 不能对你负责 我谢谢你啊 躲在旁边的王爷 见到这一幕 顿时对欢欢产生了欣赏之情 派人把独城给封了 是 王爷虽然酷酷地下了命 却直接追到了土匪国 情愿在外面挨动 也要保护欢欢的安全 关注后宫一路长虹